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今屆美國總統大選的選後爭議 簡直可以用峰迴路轉來形容 美國共和黨海外事務組織副主席余懷松 在Twitter上轉載了一則來自保守派媒體Gateway Pundit的爆料 余懷松說這一篇報導正正是潛在的政變證據 究竟這篇報導是有多爆呢 在講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上星期有一位來自德州選區聯邦眾議員 聲稱收到可靠線報 美軍在德國法蘭克福執行任務 扣押了一台電腦伺服器 當時這位眾議員的說法 就說這一台視服器 屬於一家叫做塞特爾的企業 當時他就形容 說這一台視服器 就是穩陷著 今屆總統大選的選舉舞弊證據 如今Gateway Pundit的報導 就跟這位眾議員的說法有多少出入 根據Gateway Pundit的報導 美軍真的有在德國執行任務 而且還以美軍歐洲司令部的名義去做 這個任務其實就是 獲取了幾台電腦伺服器 但是這些伺服器 就並非那家塞特爾公司 或者是Dominion所擁有 究竟是屬於誰 真是猜不到 根據這篇報導所說 這幾台視服器 原來是屬於CIA中央情報局 為什麼中情報局會有這些東西 設置在德國呢 這篇報導就解釋 其實美軍真的有一個 全面授權來執行這個任務 因為CIA在歐洲的任何活動 其實都是以美軍的名義來進行 就以軍隊的包裝來遮掩他們的行動 換言之來說 德國政府其實就是知道這班中情局人員的存在 將他們當成了軍事僱員 或者是軍事僱民 這篇報導還進一步解釋 說美軍這次的行動 就有美國執法部門的人員在場看著 而這次行動當中所繳獲的證據 現在就由司法部來掌管 故此 這一堆的證據 將來就可以用作呈堂證供的用途 這篇報導跟著就說到 其實美軍在德國法蘭克福 就已經不是第一次這樣來執行任務 獲取CIA的資料 早在上世紀的80年代 美軍都曾經獲取過一些 CIA的電腦設備 另外這篇報導最後就解釋到了 其實這次美軍的行動 他就說CIA並不知情 特朗普就是故意繞過了CIA的系統 直接指揮軍隊來執行這堂任務 故此 他就有一個總結 就說 這次這一堂的行動 就不涉及任何的外國企業 跨國企業 跟這個塞特爾或者是Dominion 都是無關的 故此 就沒有驚動到什麼外交層面的東西 是純粹 駐紮在德國的美軍執行任務 獲取了 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的一些 伺服器 這個可以當作是 美國的內部事務來看 我看完整篇 Gateway Pundit的爆料報導之後 就認為他們這個說法 就比起上個星期 那位來自德州的聯邦眾議員那個說法 是具體得多 而且 亦都是可信程度高得多 為什麼呢 因為 若然美軍真是茂茂然地闖入這家私人企業 叫做塞特爾 然後又截獲了他幾台的電腦伺服器 還拿走了 肯定就會驚動到德國當局 因為這些伺服器首先就是私有財產 二來就是 美軍這樣來跨境所謂的執法 肯定就會惹來德國方面的不滿 好了 現在原來解釋了 就說那些伺服器是屬於CIA的 德國方面就當然不理你那麼多 你喜歡扣押就扣押到夠 都是你自己國家的東西 與它是無關的 而且德國官方 至今都沒有就這些所謂傳言 或者是消息也好 是否認過半句的 若然 真是美軍闖進私人企業 那裏拿東西的話 照計他們就不會不出聲 因為這個就超越了那個所謂的執法範圍 如果這篇報導所說的消息是屬實的話 其實德國方面 都不可以代美國來承認 一來 這些就是美國的內部事務 而且是牽涉到 軍隊和情報機關之間的東西 那他就沒有理由越左代跑去代你承認 或者否認些什麼 第二樣東西就是 如果他真的承認這些東西是真的 豈不是跟人說 美國鍾情局的人員 竟然間就有在德國 設置一些單位 來執行什麼秘密的任務 當然他也沒有這麼愚蠢去說這些 至於這篇報導就說 特朗普是繞過了CIA的系統 CIA方面就不知道美軍會執行這個任務 那究竟為什麼特朗普要這樣做呢 其實長期以來 有不同的媒體都曾經說過 就說特朗普和目前的CIA局長和FBI局長 都不是說很拗言 而特朗普更加是曾經這樣公開批評過 這個FBI局長克里斯托弗雷 就說他是辦事不力 較早之前有不同的消息都指出過 說特朗普打算在大選之後就炒了三個人 第一個就已經炒了 那個就是原國防部長埃斯柏 第二個就是FBI局長克里斯托弗雷 第三個就是 CIA局長哈斯培爾 可想而知 特朗普和這三個人之間就肯定有炎矽 因為這三個人 就等同於 特朗普的叛腳石 尤其是哈斯培爾 就把CIA搞到一個獨立王國 所以特朗普主動來 指令美軍在德國執行這趟任務 而是繞過了 FBI和CIA這個系統 一點都不奇怪 而且特朗普就作為三軍總司令 他去指揮軍隊護國 這個也算是合情合理的事 我不是說這一篇報導所說的事 是真或者是假 而是起碼說得是合理 就不要說有些什麼繁駁之處 起碼合理 而且軍隊 對特朗普也相當忠誠 特朗普在軍隊的聲望也很高 大家都見過了 在網上有些圖片 這個駐紮在韓國的美軍 甚至乎在軍營外面 都掛起了 要投票給特朗普的橫額 可見那些軍人是多麼支持特朗普 沒有他 你對人好 別人就對你好 特朗普也說明 不想犧牲任何一個美軍 在那些連名字都說不出的 山卡拉的地方 就白白犧牲 所以在特朗普的任期之內 其實都沒有發動過任何一場戰爭 首先特朗普本人就非常傾向用一些非戰爭的手段 來壓迫他在國際上的一些敵人 第二件事就是特朗普非常善用那些高科技的武器 專門針對目標人物來攻擊 即是那些俗稱叫做現代血的子 又不會傷及到其他人 又可以成功執行他的任務 也不會傷及到軍人 所以如果這一篇報導是屬實的話 就反映得出 其實美國 背後有兩大勢力在角力 其中一方的勢力就是白宮和美軍 就是特朗普的陣營 另一方的勢力就是CIA和FBI 因為這篇報導就說那些伺服器是CIA所擁有的 而CIA和FBI的系統就跟特朗普 不是很咬嚴 是不是到底這兩個勢力在幕後大鬥發呢 我認為是有這個可能性存在的 大家只是看看亨特那件事就知道 明明亨特的電腦硬碟 FBI一早就已經拿回去了 又說調查 到底查了那麼久 查了什麼出來呢 為什麼一直要到 後來這個紐約郵報不斷爆料的時候 連公眾都開始知道這件事 但是那個亨特仍然就是安然無恙 另一個就是那個司法部長巴爾 他一直都為人咬病 到底這個人是不是做事 為什麼他會這麼思惠掃餐 是不是故意來放軟手腳 特意不去就某些事來做出調查 比如說這次這個選舉舞弊的行為 竟然間要整40位國會議員 共和黨籍的議員 去聯署 要求巴爾去做事 他才肯動 踢踢他就動一動 喂 這些人 是不是可以相信 所以 特朗普他找美軍去幫他做事 這個是可以理解 也是合理的 因為美軍就是最終於這個 三軍總司令 沒得好說 至於其他的系統 到底特朗普是否駕馭得到 照目前的跡象似乎就不太行 最後就要說一下 特朗普他又在Twitter上發表了一篇貼文 他就批評說目前在喬治亞洲進行的所謂重新點票 是假的 是毫無意義的 為什麼 很簡單 他說 原來 那些重新點票 就不准他 去將那些郵寄選票 去逐章驗票 對照 究竟那個簽名 是否是屬於那個選民 根本上 你那些重新點票 就沒有意義了 說明重新人手點票 就是要逐章驗屍 看看那些郵寄選票 是不是真的那個人寄過去 是不是 而且還有一件事 這個州務卿 他是共和黨人 竟然規定了 說在這個禮拜六的下午三點之前 就要完成大概500萬票的重新點選 他為什麼做得這麼快呢 一來他又不去 逐章驗票 是不是 二來呢 在那些驗票中心 又架設了一些封鎖線 搞到那些監票員 就隔到老鏈那麼遠 但是呢 其實第二件事都不重要的 因為當你那些郵寄選票的簽名不驗的時候 就算他控制到頭上去問也沒用啦 你也不知道那張票是不是真的有一個這樣的人去投 所以 難怪特朗普 他就會這麼生氣 就說你這些東西根本上是假的重新點票 事實上就是 是很老的嘛 那你用什麼老的呢 當然 你說是不是完全沒有作用呢 又不是 原來在這個喬治亞州其中一個願的票站那裡 毛利頭又說有兩千多張的票 是找得到出來的 在這兩千多張的票當中 有三分之二是屬於特朗普的 三分之一是屬於拜登的 當然 你說現在這些這樣的票 能不能夠改寫到 目前那個所謂的 點票結果 不行的 還是拜登領先的 就算把這些票放進去都是 問題就是一個願你又不知道有兩千多票去哪裏 現在又說找出來 那麼你這麼多個願 是不是每個願都有這些情況呢 還有的就是 相關那些票站的人員 事後都應該去問責 全部去調查一下 有沒有可能 有這麼大的漏洞出來了 一時又說放在那裏 明明投給特朗普 就變成了投給拜登 那些人是不是要問責 這些人是不是不知道 那些票去哪裏 現在又找出來 是不是要問責 這些全部都是屬於問責的範圍 所以希望特朗普在司法系統那裏 拿到他公正的裁決以後 其實這班人都要追究一下 好這一節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